自然進氣 再來就是自然進氣裡面影響最大的 以動力來講當然就是圖輪軸 那今天既然 PDK 與手排都是一樣的引擎 我們引擎輸出圖輪軸的部分 我們就略過去直接到傳動系統 那 PDK 與手排最大的差別 中傳跟有沒有 PTV Plus 詳細的介紹之前我們必須了解 其實為了紐北而生的這個賽車 它必須處理多少個彎道 154個在20.6公里 那每一個彎道我們來講 它基本上有六個面向 也就是說我們舉例大家比較熟悉的利寶來講 1號彎 你在大直線開始煞車 從四檔開始退到你要的轉速的時候 是 4 3 2 這個紅色的區段是煞車及退檔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退檔完成了 煞車開始鬆了之後 方向盤開始轉的這個 trial brake 就是第二部分 方向盤開始帶的時候呢 到第三部分 就是比較細膩的動作 讓腳從煞車踏板轉換到油門 這個期間 那第四 尤其是我們後置的引擎 第四 油門一點點讓整個這個重心的轉移 從三到四是很順的 車頭慢慢抬起來 第四踩下去讓力量慢慢的往後傳 等於讓傳動軸跟插速器的部分開始結合 這時候油門是一點點的 當你找到抓地力的時候 油門踩下去 開始方向盤回正 是第五 第五開始回正方向盤 那當然出彎之後 全油下去 那這六個面向最重要的就是 跟保時捷的PTV跟PTV Plus 非常的有關聯 那我們把這個六個面向換成這個百分比圖 這裡是百分之百 這裡是百分之零 直線的時候油門全開 開始煞車的時候瞬間到零 煞車重踩之後 這一個階段 第一階段我們完成退檔 那這個時候PTV沒有介入 PTV開始介入的時間 是在你開始動方向盤跟煞車 煞車方向盤PTV PTV開始介入 然後呢 你轉越多 它鎖的內輪的比例電腦就會去判斷 讓你更容易rotate 讓你的重心轉移 等於是更好轉彎的意思 那第三的時候跟第四就是 PTV Plus要介入了 當你鬆開煞車 之前方向盤是轉到最大的時候 它的PTV內輪也是鎖的最多 讓車頭更容易帶進去彎心 那第一是當你輕踩油門的時候 也就是告訴電腦說 我在踩油門了 我方向盤是歪的 它的PTV Plus 開始作動 一直作動到你方向盤慢慢回正 全油門下去的時候 就不作動了 那為什麼這個特別重要呢 尤其是在992 GT3裡面 GT3 RS 它特別把它獨立出來 從方向盤去調整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是用這個 Cost跟這個 Power 它是完全可以經由 你覺得如果是你有一點轉向過度了 你差速器可能是鬆一點 那你有一點推頭了 你差速器可能要緊一點 但是這時候好玩的地方在手排 它不可調 原廠已經告訴你的 它的30%是Cost 37%是Power 所以它已經鎖定了 等於是說好玩的地方在你的右腳 你要哪時候補油門 而讓車子能夠Rotate 不會甩微 然後呢加油出去 太多的油門鎖起來 你就是出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手排它好玩的地方 也就是為什麼它在手排裡面 它只搭配這個PTV 而沒有PTV Plus 那最後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簡單的一個 我自己的計算 那以專業賽車手來講 在997 GT3的時候 紐北20.6的這個賽道 它跑了7分40秒 那991有PTK加PTV Plus 跑了7分25秒 是以很粗略的感覺 就是說在154個彎裡面 那9974代比991慢了15秒 也就是說 相當於每一個彎 以0.1秒去計算 所以 手排 在力薄 那你23個彎 它慢2.3秒 是一個基本 那另外就是說 以這個大直線來講 兩個大直線 1號彎之前的 跟11號彎之前 那以0到13.9 跟3.4 差0.5秒 我們這裡抓1秒 那我在開的時候 整個力薄 總共有9次升檔 2 3 4 這樣總共9次 降檔在煞車裡面 所以我們不算 那保時捷本身也跟我們說 PDK跟手排啊 差了 PDK是0.1 手排是0.3 那等於一差就是0.2 乘以9就是1.8 那寒布朗朗加起來 這個5秒 會不會快樂 接下來的影片會告訴你